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大家好 我是蔡振元 大家好 我是賴岳謙 大家好 我是波振亮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要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要100集囉 为了回饋頻道忠實粉絲 凡是加入五二言論自由捍衛者 以及五二新聞沒有你不行的會員 就可以獲得製作單位準備的精美小禮物 再一次的感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謝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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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你們 我們才能持續成長與進步 未來我們將帶來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 和你們一起邁向下一個100集 各位大大拼拼你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大大是蔡正元蔡博士 為我們來分析國際財經局勢 蔡博士你好 秀琳好 秀琳的粉絲們以及大大拼拼你的好友們大家好 好的我們先來看這個底牌終於現出來了 這個到底降息降幾碼答案已經出來了 這次是降兩碼 降兩碼是代表 先可能有些觀眾朋友對一些經濟學的術語不熟悉 好 那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通常喔 我們這個 利息是1%1%要算 但是1%的1% 我們就把它稱作一個 basis point 這是基本點數 就是有人翻基點 變成說 0.01% 就是相當一個basis point 所以 這個 美國聯準隊要調整利息 他有個習慣 他的習慣就是每0.25一個坎 每0.25個坎 我們東方人習慣就把它交給一碼兩碼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一碼兩碼是美國的一個 不是長度的這個距離的地上 不是不是你不要把它看成 很多人還問我說 美式足球的一碼兩碼 這個跟那個音質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別弄錯了 就是我們東方人為了習慣 好像從 從香港開始講的 香港開始講 所以 他們 他們不會有調什麼0.1 0.2 他們已經調0.25 不會調這麼少的這種就對了 他們的習慣 你不能說這個對我說他每次 調0.25 或者0.5 或者0.75 大概是 大概是這種調法 但是像 台灣的 央行他調的是半碼 我們還一次沒有到一碼 我們都是半碼 半碼半碼調的 那半碼半碼就是所謂的 0.125 所以我們比這個美國的保守多了 習慣而已 沒什麼道理 然後他本來上個禮拜我們還在談說 降息是確定的 然後債券市場也有反應 那降息債券價格就會上升 所以什麼債券基金 債券價格賣得很好 然後到底現在就是要決定是 到底是降一碼還是降兩碼 那因為有紅綠燈 降一碼也有紅綠燈 降兩碼也有紅綠燈 所以他最後決定說 考慮勞動市場 你考慮商品市場是降一碼 考慮勞動市場是降兩碼 因為 美國的勞動 狀況是惡化 很明顯 而且 製造業的PMI下降 所以你從勞動市場的角度來講 他當然就是降兩碼 可是從商品市場來講 那這個 看起來商品零售業還是蠻活躍的 蠻活弱的 那GDP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所以他就覺得 如果考慮這個就降一碼 那他的判斷是說 他自己說的 這個好像意思就是說 通貨膨脹未來不會太嚴重 那這樣子就剛才降兩碼 這個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因為美國這一波的經濟成長 主要是他的財政赤字 他今年的財政赤字大概已經到了 1.9兆 將要到2兆 你這樣比較好記 2兆 美金 當然有時候碰到一個 喔不對啦是1兆8900 1.9 約當2兆 對 我們現在在上課不需要 不是在做計算 不需要那麼 聽懂就好了 美國的財政赤字大概2兆 那這個 財政赤字2兆 他會推動了一個 GDP的成長 如果你財政赤字2兆 那你想想看 你GDP 至少會增加2兆 會增加2兆 可是他有個層數 作用在這裡面 那如果進口太多也會抵消這個效果 出國太多會幫助這個效果 但最重要是利息 利息越低 那這個 乘數效果越大 利息越高乘數效果越小 就是說 財政赤字所可以創造出來的GDP的數字 我們是這樣 看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基本的經濟模式的架構 大家習慣這種分析的方式 因為這個分析方式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他現在這樣兩碼 就表示他認為 這一段時間以來 拜登從一上任搞了什麼基礎建設兩兆 那個什麼 通貨膨脹幾千億什麼東西 搞到晶片法案幾千億 好像已經有點 成熟效果鈍化了 所以降息可以延長他的效果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這種效果出來的話 因為GDP本身是一種所得 可是GDP本身也是一種購買味 他是看你 比如說 我的所得就是 可能就是你的購買力 因為我拿到所得可以買你的東西 那你這個 東西賣掉也變成你的所得 你可能去買別人的東西 所以GDP是支出跟所得 兩一體兩面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概念就是說 他認為要延長財政赤字的效果 使得勞動市場 能夠進一步改善 不過他這個 記者會不是只有就是講了兩碼 因為兩碼跟大家的預期來講說 好像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都會用大幅降息 因為已經四年多沒降了嘛 一次就來給你走個兩碼 你說大幅就大幅 到預期中 沒有人說三碼吧 如果是三碼的話今天可能下婚了吧 大家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這個聯準會的會議裡頭 通常都還會讓大家去分析這個所謂的 點證圖 就是說 我不只告訴你現在我降兩碼 他還講了 大家會預期到年底可能要降五碼 他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降五碼 我後面可能因為10月不降 所以11月12月可能各是一碼 他已經告訴你說未來可能是怎麼樣 但是不一定是那樣啦 因為有可能會改變 那只是說他現在的口風 讓大家覺得 是不是經濟狀況其實沒有那麼糟 可是好像也不是非常好 這到底在講一些什麼抽象的語言 沒有沒有啊 就是 我那個紅綠燈概念啊 有幾個委員看到紅燈 有幾個看到綠燈 就 你不要把想像太複雜好不好 確定他們都沒設盲 不是不是設盲的問題 因為 當 經濟的數字喔 比如說我們要不要經濟要衰退 他會有一致性的數字 要不要 經濟要乘快速的增長 他會有一定的速 奇異的速度 不會有人前進有人後退 可是最討厭的就是那種中間 你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要不要去吃晚餐啊 要吃完說一聲 說一聲啊 你要吃華國菜還是這個 這個意大利菜 有時候不是有些人猶豫不絕嗎 可是經濟也會有這種現象喔 他有時候 你到底是在成長還是準備衰退啊 讓這個醫師要下藥 有點手發抖 退燒藥多一點也不對 少一點也不對 他現在是下 好吧乾脆來個兩碼吧 大概是這樣的判斷 那至於未來 他要觀察下個月的通貨膨脹數字 也要觀察下個月的失業率數字 他這種東西就是看著病情發展在下藥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好的 但他現在是預先告訴你說 未來可能我們看起來通貨膨脹不太 不太會有問題啦 那不太有問題我們就專注於解決失業率的問題 那解決失業率就要去處理 GDP的問題 那GDP要處理哪一部分的GDP呢 製造業的啦 服務業的啦 還是哪一個部分啦 那商品市場 比如說製造業是哪一部分的商品啊 服務業是哪一部分的服務啊 所以 他是有很細膩的一個分析在裡面 然後他會分析說 現在製造業的貸款數字多少 服務業的貸款數字多少 哪一個部門的貸款比例多高 長短期比例多少 那我現在下這個藥的話對他們影響什麼 大概是 是處理這種狀況 那因為美國是一個金融市場很發達的國家 所以連準會也可以站在高峰上面 指揮利率 大概就可以 當末梢神經動起來 可是大部分的國家都是血管堵塞 要用行政命令 比如中國大陸他沒有這麼完整的金融市場 就要去打通這個 用行政命令 這個哪個行的行長 常委書記啊 你現在給我調高利息啊 你要放什麼貸款啊 變成信用管制 或者信用控制 來做這個 金融市場的運作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有效率的金融市場 像美國這樣子的 他只要按一個鈕 他就知道該怎麼 可是他按那個鈕他會發抖 他會發抖 那中國在調這個利息的時候 有時候到了末梢神經比較下不去 那因為金融市場沒這麼發達 那這個是告訴大家說這個今年其實不會調到 這個烏碼 只會到 我覺得 現在講這個太早吧 都太早 這太早啊 原來10月份都還沒出來啊 對啊 那 如果這個講 10月11月12月太早 那現在大家的 氣氛心情上感覺好像你降了兩碼之後 據說這個民調裡頭 投資人說那就是美股要繼續 不是啊 你第一個 這個 美元利息不會上漲的 這一點是確定的 確實是看未來還降多少而已 那既然未來降多少的話就表示 你股票投資者借錢來投資股票的時候 你的利息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成本降低了 所以 股票市場的買方 的那個 這個壓力就 就小了 賣方的壓力就可能就大了 因為他持股成本他就會比說 我現在握了這個股票股息也沒多少我跟我那個 利息來比那還是買公債好了 所以可能有些資金就會流到這個公債市場上面去 所以就會產生多空交度 持有股票的人 比較量比較大的人 酷 就是說你持股水準比較高 他可能賣掉 轉什麼 轉去持有現金 跟這個美債 比如說巴菲特就算完了 那你賣美國股票就跌了 可是有些人想說 哎呀我這樣持股成本更低了 我的籌碼不夠啊 所以我的增加籌碼 所以增加籌碼跟減少籌碼的人就產生多空什麼樣 較勁 所以美國股市今天開盤看起來 沒有往漲 這不是大漲也不是大跌 就是不知道是漲還是跌 對對對 不過通常一開始的時候都這樣子 還在觀察是不是 不是觀察 就是說 那個 籌碼因為持有很久 想要拋掉股票 去買債券的人 這個的量有多大 然後可是基本上是絕對不會跌 那只是漲多漲早而已 所以今天早上開盤是稍微漲了一下又回去了 不過 未來 這種持續 要賣的去買美債的人 美債漲到一定的高度 利息降 美債價格漲 漲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股票市場就更沒壓力了 因為要賣股票的人逐漸離場了 現在只是要買股票的人 買股票借錢的利息又比較便宜 所以就一直上去 而且利息低的話 本來資金 在考慮美債 還考慮這個 美股 他發現 美債的報酬低啦 美股的報酬可能比較高啦 他就進去啦 對 大概是會是這樣子的判斷 所以他們覺得 美股將持續攀升 攀升的幅度多大 還要再觀察 不過這個大家說降息之後這個美債會噴發 可是好像也沒有 就是大家都很平靜啊 美股也是很平靜 不是 已經反應過了 所以這已經已經反應過了 前幾天我們在講 一碼跟兩碼 好不好你是一碼我兩碼 你一碼回去去買啊 兩碼也買了 一碼也買了 所以當你講說兩碼的時候 噴出來的效果就不會有了 所以 他不能叫做華爾街要的不只是降兩碼 不然他是要降幾碼 他就看說 那下個月啦 因為我 該買美債你都買了 已經在手上了 教練 我在你的節目什麼時候開始叫你大家買美債了 好久了 對你都忘了時間了對不對 年初就講了嘛 那現在手上拿到美債的人現在是要 要怎麼樣 兩個方式嘛 一個就是短線現在賣掉啊 OK 如果長線到年底再賣啊 這個 就他還是會繼續往上走的意思 因為他不是告訴你我要繼續降息 只是多少而已對不對 他還是會繼續降就是了 對 只要他沒有說我可能反轉對不對 那你買美債就很放心啊 你就隨得沒 因為利息一直往下降 美債價格一直往上升嘛 對 不過這個當然除了美國本身的這個狀況之外 全球的經濟 跟金融市場應該都會被他影響 可能就是程度不一而已 亞洲看起來好像反應比這個 美股 高一點點 沒有啦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縮小美元利息 跟這個 其他貨幣利息之外的差距 那這個差距就會自動的 使這個日元 這個 有漲 人民幣 台幣都有漲 這幾個亞洲貨幣都會 往上 對美元就 美元升值的時代就過去了 開始轉入貶值的時代嘛 那 增值的時代當然就可能會間接的影響到 一些出口行業 那有利於一些進口行業 比如台灣 因為利息降低啦 這個 台幣上升啦 那台灣是一個 大宗物資的進口國嘛 你看看 中國大陸也是啊 台灣不應該講國 會變馬 對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整個地區包括日本啦 進口能源 他來回就省了不少錢啊 對不對啊然後 你看看嘛這個所以變成他 他的現在原物料都會很便宜 原物料很便宜對這個經濟的發展是有正面的幫助嘛 那你說我出口的話可能 報價不會太高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 因為反正現在 歐洲經濟也不好 也沒有錢跟你買 沒有要賣什麼東西 反正生意也不好 生意也不好 沒差啦 只買呼叫機其他都不買 會不會再殘忍了一點 對啊 所以 歐洲的經濟 也會因為美元 利息下降受惠 因為前段時間他們資金一直往美國流嘛 所以美國變成最強勢的嘛 現在美國不再那麼強勢的話 對歐洲的 壓力就會比較小 所以壓力就是說 他們貨幣貶值不會再貶了 往上升一點 那資金會有點回流 大概會一種期限 那資金回流的時候 對他們的股市會有一點幫助 對他們的消費力也會有一點幫助 不過這個包圍的這個決策有一個人不高興 這個人叫做川普 他說呢 你降息量嘛 只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你就是搞政治啊 第二種就是我們現在經濟已經遭遭遭到谷底了 那你沒聽懂川普的話 你就11月5號投完票再降嘛 你現在這樣對民主黨那麼有利嘛 你看嘛 他現在降了又如果10月份真的10月率下降了 那川普選票就少很多 而且通膨也沒上去 10月率又下降了 對啊 民主黨幹的都好啊對不對 民主黨阿媽阿狗來當誰都比你好啊 意思是個樣子吧 所以川普當然會生氣 你玩政治 玩經濟 我沒辦法 這個 這個排在人家手上嘛 那他這個是玩政治 還是經濟真的糟透了 還是他胡說八道 不是不是糟透啊 大家預料 我講過 美元利息要下降 不是從今天開始 我從 年初 從去年 很多人不是講說3月份要降息嗎 我說6月份以後嘛 對不對 要觀察嘛 然後到了6月他沒降我們就再觀察一下 紅綠燈 閃爍不停不曉得該走來停 對不對 那好 現在他覺得 比較往這個 降息的方向走了 而且降兩馬 好吧 降兩馬就兩馬吧 他並沒有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如果降三馬 那他就罵 罵聲更大了 他說真的就是糟透了 他就會開始罵 拜登賀錦利 對 當然美國經濟 你如果是 這個 舊薪資階級 那會覺得很不好 很不好 但是如果是工薪階級 因為美國 美國也領週薪的嘛 那一般來講白領階級 狀況比較差一點 因為白領階級都領年薪的 狀況比較差 比如說你去舊白領階級 我一年給你20萬美金 還是30萬美金 用這種算法 然後藍領階級大部分都週薪嘛 這種算 那對於這個 這種不同勞動市場的話 他的藍領階級 狀況還可以 但是白領階級就很糟 很糟 到處在裁員啊 Amazon也裁 Google也裁 這裡也裁那裡也裁 對不對 裁大部分都叫白領階 有時候也不叫白領階級 就屬於這種 辦公室工作的性質的公務 比較多一點 你講了年薪跟週薪的 不同結構 對 不過這個降息當然後續的觀察大家還是在看就是說 美國的經濟 所謂的這個衰退指標 是不是很糟糕很嚴重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兩邊都 蠻穩住的感覺 沒有這個 你不能說因為降息 所以 降息在預料未來經濟很差 這說不通的 是因為有幾個經濟指標看起來不太好 所以我才降息 英國關係不要顛倒 所以我是因為看起來 可能有危險 所以我趕快先把工具 拿出來 這樣比較合理 讓他不要到那個危險的狀態 你很明顯 美國的這個 就業市場 失業率在上升中 PMI在下降 而且PMI連續 三個都下降 你說 沒有 沒有衰退的跡象 你還要假裝說 哎呀我就不降息 表示我沒有看到這個經濟衰退 不然有些人的邏輯就很奇怪 這個 把倒音為國 明明PMI我們講PMI美國 不是還嘲笑中國大陸說 你看 49而已 從50掉到49 就第2天先盤自己46 很糗有沒有 現在還一直在46 好像最近有點47也很差好不好 那你聯繫三四個都50以下就表示你製造一開始衰退了 另外除了製造業衰退之外 這一個對美國來講還有這一個債務的 問題就是海外債 的這一個 債務應該是飆升到 你剛剛講快2兆嗎 這是近年來 的這個高點 我講赤字 赤字 1.9兆美元 但是整體的來講的話應該 看你怎麼算 我可以算出說大概就是 28兆左右 或有人說算了30兆 那整個總共的債務是30兆的話 他GDP也不夠24兆啊 那這樣一來的話他的債務比例是130啊 我大概是這樣算的啦 當然不是 很精準啊因為我現在沒有計算機 不是表示我跟余江金數學一樣 不一樣 好不過最近這個 日本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美國的海外債的這一個水位都是 創新低 日本還創了9個月的新低 那日本 賣債的原因 竟然減低美債的持平 持債水平 他的原因是要保護日幣 他日幣太低了嘛 低到的時候你們每一個人都跑到日本一下兵 大陸也去 台灣也去 韓國也去 大概這樣子 那對當日本經濟是有幫助啦 可是 這表示日本經濟是在谷底嘛 而且你日幣真的很低嘛 前段時間還不是跌破160嗎 他當然要花錢 把美債賣掉 美債賣掉拿回美元 然後美元啊 到市場上賣掉去買 日幣買回來 買回來日幣就漲了嘛 那你現在日幣現在漲到140嘛 對不對我們講過嗎 他一直在140 160 總在排來排去嘛 對不對 那現在果然我們猜對了他大概就是在 不敢超過 漲超過140 給別人他得到160嘛 可是比較接近140 對啊就是在那邊胖了黃泉 喝兩天搞不得150了 他 他目前 日本的經濟狀況就是這樣子啊 波蘭 不興 波蘭不興 對啊 所以這個 日本的喔 創新第一是為了救日園 但中國不太一樣啊 中國並沒有要救人民幣的一個需要 因為中國有外匯管制 他管外匯管制就可以控制一定的部分 他可能是政治因素比較多啊 我最近又跑回去買的啦 又回去買了 又跑回去買 對 那這個增加水位的考慮是因為看到美債要往上 不是啊 經營中美關係啦 現在有學會經營中美關係 唉唷 經營中美關係所以是一點伴手禮的概念 對 因為動不動又有什麼 副部長要來 大陸很可愛 不能給他太難看 對 不過這個在 這個 11月5號的這個選舉的訴求當中 經濟政策的攻防 財政政策的攻防 理論上 應該是這個美國領導人要關心的事情 但是好像這兩個人從來都沒在討論這些事 他們沒有能力處理啊 沒有什麼關係 當一個人 但是當作沒看到就是 對啊 像那個許家印債務那麼高對不對 恆大集團債務那麼高 他也沒有能力處理的 那換誰當董事長都一樣 債多不愁啦 債多不愁啦 所以沒辦法處理 這個財政問題 經濟問題當成是 競選上面雙方攻防 人家問說你要怎麼解決 我說我要 降低財政赤字 降低財政赤字 他現在美債是不斷的在增加 那你 除非你財政赤字沒有了 變成 這個財政 這個 籃子 那這樣一來 債務才可能下降 那你如果財政赤字還在持續的話 一定要先削減財政赤字 那問說你怎麼削減財政赤字 他說我要 加稅你就不要選了對不對 或者說 我要消減開支 這個也都不要選了 所以他們乾脆兩個人就 假裝 小聰明 對這種大疾病視而不見 而且這種病是慢性病還可以拖的 每天吃點高血壓藥就不會馬上出來了 所以 其實美國的確啦 他的財政的 負債 這個 政府負債已經到達130以上 對美國歷史上來講是有點的高啦 但是也沒有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啦 像日本都200了對不對 日本還不是混得很好 只是 債務太高 就造成他整個政府的運作 就幾乎僵化 為什麼 你要再增加債務 做什麼 找不到說可以馬上賺錢的東西 增加債務也要增加資產 增加資產要增加收入 他找不到這種行業啊 找不到這種project 計劃 你聽說日本正要搞什麼十大建設沒有 沒有啊 或者像中國大使我搞新幹線啦 或者我搞高鐵啊對不對 我從哪一條高鐵要從北京蓋到台北啊 沒有啊 完全沒有這種可以賺錢的計劃 那沒有賺錢的計劃 那你現在 對於日本的話 他舉債都是 老人福利啊 那是沒有報酬的 就是 你丟下去 就沒有辦法回收的 純支出沒有收入的 他不是自償性的支出 自償性的支出不是 我借錢我來蓋捷運 我捷運第一個我可能會收門票會回收一部分 那第二個附近地皮漲了 地皮漲了我可以收房屋稅啊 地價稅啊 對不對甚至營業稅啊 因為會有很多餐廳開在附近嘛 那這個對我的政府的稅收來講 我是划算的 而且 降低什麼 降低汽車擁擠量 然後降低我石油進口的成本 這個都可以考慮 或者空氣污染的處理成本 可是 現在美國 美國人這兩個人搞個老半天 坦白講 都不及格 川普這樣來講去說 客觀稅 這個也客觀稅 那個客觀稅 好像除了客觀稅以後他沒招 才好笑的是在哪裡 美國經濟是這麼複雜 他們不敢找一個經濟學家來給他開藥方 因為一開出來的話美國會想 蛤 我的經濟體質這麼差啊 蛤做這些事怎麼可以 所以不敢做健康檢查 一檢查的話每個數字都紅字 不敢啊 假裝說我很強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不做健檢就沒有毛病 對對對 就是目前你的態度就這樣子啊 兩個都這個德性啊 那你就賀情利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他每次講說 在美國經濟該怎麼辦 哎呀我考慮 每一個家庭給他5000塊買房子 啊 你要講什麼啊 啊 你是 你是智商很低是不是 我問你 美國經濟該怎麼辦 你說哎呦我每一個人 他沒就是有這套沒有別的啦 他還一樣 雖然比較宏觀一點點 還是 我要客觀稅 我要客觀稅 你沒招了是不是 因為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你講的這個數字不能攤出來 攤出來的話 誰要買單啊 他們無法回答 對不對 所以 這兩個人喔 都是 都不是唐太宗啊 都是崇禎皇帝 那種類型的 雙手一攤什麼辦法都沒有了啦 然後他底下的人也都是 二一說為了選舉喔 不要喚醒 選民的惡感 嘿 討好選民 讓 Make everybody happy 就好啦 先撐過11月再說 這個關卡先撐過再說 沒有錯 這個是美國民主政治 很 很大的一個問題 啊 你不要從 覺得民主政治一定很美好 我跟各位講歷史上民主政治 最先倒台了 最早的民主政治是雅典 最早倒台的是雅典 對啊所以 好吧祝福美國吧 美國才200年而已嘛 不算太差 可以輪替快一點 那另外看來看中國的這個經濟狀況喔 這個看起來目前房地產還是 蠻疲軟的 內需也沒有特別的 反轉 所以高盛又再度的把這個GDP的 預測值 又從上一次是4.9又往下 修到4.7 會繼續修嗎 高盛走了10個月 看法才跟我一樣啊 我說 大陸所有的問題都在房地產啊 他現在終於也承認所有問題都在房地產啊 房地產影響到內需啊 因為房地產的問題很複雜 你別看到什麼每個景區人山人海 那個花的錢不多 可是你家裡有個財產卡在房地產 你的資產負債表就亞售在那邊 你每次還付銀行 大陸的房地產制度很奇怪 我今天喔 跟你訂個房子 就馬上要有銀行的貸款就馬上要賠起來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說蓋好了以後 我在背銀行貸款 那他不是 他是沒有蓋好的時候就背銀行貸款 所以如果房子沒蓋好我還繼續付銀行貸款 就我沒有他的產權 沒有他完整的產權 可是我還在付貸款 對 那這個怎麼合理呢 那你不能問我啊 對啊 他們設計制度的制度這樣 所以設計制度的人該打屁股 該打屁股 你就是脫除了 那個什麼 賤上的責任 這是不對的 我不曉得怎麼管成這樣子 那幾個觀點抓出來打屁股 我跟你講 那 現在 就是我為什麼很著急大陸 我講大陸房地產的問題是什麼時候了 講大陸不聽啊 對不對 你開了各種各式各樣的藥方了 對啊 一萬藥齊發了 病人不吃藥哪都沒辦法了 好啦 至少換了總理看會不會好一點 前面那個總理我不想講他了 他說他念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我一翻 他是念農村經濟 不講了 不講了 難怪很多的觀念都亂扯一通 一個 中國大陸 不要掉入中等收入現場 比如說 王毅講說我們有信心不要掉入中等收入現場 很多國家走到一定程度就會陷在這中等收入現場 就是以目前的標準 是2萬塊美元 人均GDP以上 才叫做發達國家的 這個收入 在 差不多 1萬塊到2萬塊中間 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 那中等收入國家 很多國家 從底下爬爬爬爬上來就卡在中等收入國家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產業結構出了問題 然後為什麼出問題呢 算起來不會有原因有幾個 通常都是金融系統有問題 要不然是政治領導節省有問題 好 這兩個問題 在大陸上政治領導節省問題不大 金融系統問題很大 今天為什麼金融系統會去跟建商搞這個契約 所以 我所有的債務就是完全由消費者來背 然後讓建商 錢可以隨便挪去亂用一通 我不是幫他蓋房子 我怎麼錢拿去買別的地方土地 這個制度本身是有問題的 而且問題是很大的 我已經講了不到幾年了 大陸人 管理他覺得 哇 沒屁啊 沒有人去管啊對不對 這個 這個 照到你當時應該管人是李克強他也不管 汪洋副總你該管他也不管 沒人管 他覺得 蔡政委員整天在唱衰我們 大陸我們大陸誰 這個 這個 百葉興隆 六處興旺對不對 你怎麼唱衰 不幸嚴重 最近有個論調我要再強調一點有個論調說 而且 這論調很奇怪 我不得不湊滿他一頓 沒有知識 他們怎麼講說 我們大陸 不可以這個 搞什麼金融業他是投機的 金融業投機的 金融業投機的而且金融業的人員待遇那麼好 都會把 製造業的人吸過去 造成製造業的衰退 你看美國 美國就是製造業衰退就是被金融業所害 哇這蠻天才的 你也看得出來問題對不對 這個 我跟你講 大陸上包括官員 怎麼講都講不通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金融業 我再度預測 絕對無法爬過 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美國 你比如說看他製造業衰退 他今年人均GDP 還7萬美元 還7萬美元 所以 這兩個總統候選人還可以放蛋作弊 對啊就這樣子 他就是歌舞生平啊 對不對 他也沒什麼要弄的啊 反正有人會賺錢給他花 繳稅給他 對啊 那你可以看到很悲小 因為 他就是一個財富 拉鋸很大了 那有人就講說因為金融的薪水很高 沒有錯金融的薪水 全世界普遍的都比製造業高 因為製造業是有很低端的 金融業太低端了馬上都被淘汰掉 再來有一個很想 金融業是有一種巨星經濟的現象 什麼叫巨星經濟 他是一個 經濟學校專有術語 就是 有一個很形 然後 他的收入就比別人高好幾倍 比如舉個例子 江衛唱歌唱一唱 哇 這個 馬上幾萬人看對不對 門票收入很多 刀狼 只是在網路上唱一唱 5千萬人就來了 如果我來直播唱歌給他聽 保證大家都跑光 那他就是 Star Superstar 泰勒斯 對 泰勒斯 隨便再扭一扭跳一跳 哇 萬眾瘋狂 對不對 造成經濟很繁榮 那個叫做Superstar Economics 它就是有一種巨星經濟學的產生 就是說有些 產品 你把當作產品 有一種產品 他就是會集中在極少數人才會能夠產生經濟效益 大部分人只能在路邊唱歌 沒辦法 你說為什麼這樣不公平 才幹不公平 真的 可是有些科學界的不太一樣 每一個人跟每一個人都差一點點 我博士你也博士 我教授你也教授 我寫50篇論文你寫52篇論文 差距都不大 但是巨星經濟學差距 偏偏金融業是很類似巨星經濟學 比如我講我以前在華爾街 那個做Bund trading 我負責債券的一個交易 我每一次 我跟大家講我每一次判斷 像我在判斷你發覺我很省準對不對 我覺得我判斷很省準 我旁邊一個女士判斷比我更準 每一次比我 我說 大概會降 股票大概會漲這個 6% 嘿 他偏偏可以判斷 會漲6.5% 他就Superstar 他每次都對就是 準確率是高啊 那個 他腦袋裝什麼我也不曉得 很多人覺得我的腦袋裝什麼 保不清楚 政府在做什麼就是這種所謂的超級巨星的現象 那華爾街是有幾個超級巨星所 所產生的 曾經誕生過了什麼好幾個超級巨星 哇那個 像以前那個物子女士有沒有 剛開始股票也抄得好厲害對不對 後來就不行了對不對 超級巨星也會 衰弱 像很多很多唱歌 也會過氣嘛對不對 可是他當紅的時候 我就奇怪了他怎麼擺發擺中 為什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又不能把腦袋拨開看看為什麼那麼厲害 所以金融業不管是 股票債券 都有一種超級巨星 比如巴菲特就是一個超級巨星 從年輕到老 輸的少贏的多 對不對 那 他把 他把蘋果股票賣掉一半年 蘋果股票就爬到地上 對啊 所以他 看得很準 他當然去買比亞迪的時候 那什麼公司都沒聽過對不對 他 覺得這是他公司 有搞頭 嚇住 他賺了100倍 比亞迪股價賺了100倍 你那個知道 厲害 厲害嘛 他當年是投資不夠多 那寧德時代也是一樣啊 也是這種 他的股價你說哎呀我製造業做得很好 很諾欠 剛開始投資者怎麼知道 你自己在製造的人也不曉得會有這種經驗成就啊 然後 當時這個他是一個日本公司 可是日本做不好想撤資 然後他的總經理就現在董事長 想自己家鄉沒什麼產業 可不可以搬到家鄉裡面去 那設的時候他沒錢 那到處去求爺爺告奶奶沒有人理他 直接找到寧波市政府 寧波市政府反正你手上有點賤錢 好吧賤錢就丟了嘛 那知道這麼一丟 砰對不對 寧波市政府光靠這支股票 就會延年益壽 對所以你看各市 地極市裡面很多財政有問題 寧波市政府有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啊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superstar一個人 你可以說幸運 你也可以說 他就是眼光生存 不曉為什麼 發自重 我們回到命理結務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金融業的發展 是要系統性的發展 要 我來講一個例子 現在香港的金融的外匯交易量輸給新加坡 你告訴我為什麼 是不應該的對不對 可是就輸給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他是有備而來 第一個他用重金到香港來搶人 管你什麼 大陸人台灣人香港 把superstar送過去 對啊 他就來挖superstar 好 挖過去 第二個這superstar帶了很多客戶 因為每一個superstar都很多人跟班嘛對不對 你都追隨著 對 你每次麻煩你幫我操盤你都賺錢 你走到哪裡又跟到哪裡 管你什麼公司對不對 他就脫離銀行脫離公司 他就把 興展銀行或者什麼銀行新加坡都來了 那接下來有很多family office 我跟他解釋什麼叫family office 就是有很多的 老家族企業財團 他不讓 財產分給子孫 他把財產凝聚在一個 投資機構裡面 然後這個不管他叫什麼投資公司 基金公司 Whatever 他沒有外人都是他們家的人 然後他找專業經理人來管 然後專業經理人都找哪裡了 他想說 我到底擺在杜拜 擺在香港 擺在紐約 擺在倫敦 擺在東京 因為種種原因 都擺到新加坡去 像包括有Superstar的現象 擺在新加坡去 所以新加坡現在是亞洲最多family office的地方 那 表示說 各國的資金都往那邊移動了 從他那邊再把錢丟到全世界 所以金融系統是在做一個 資產重分配 資產配置 以及風險配置的一個 一個系統 那中國大陸就在風險配置出了問題 因為他的銀行的高管 只要這個 許家印 請他去那個頂樓看看 跳大腿舞 他們就 就給他撥款 就同意他那種奇奇怪怪的契約 消費者承擔貸款 然後你有沒有蓋房子出來 我銀行不管 跟我銀行無關 在台灣 這是不行的 台灣是要負責 把房子給蓋好 要不然那個銀行主管 你下半輩子退休金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制度不對 那好回過頭來 你現在卡在這個東西 那高盛 以前講了一段七八糟 現在終於承認 我說房市 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是房市 那現在我本來想4.9 當初會得到4.7 我今天還是認為4.9 我還沒改變 因為我還沒看到其他的數字 你是覺得房市問題有可能改善嗎 有點慢 現在9月10月來 有點慢 反正他是用中藥 他是中醫師治療 李強也是中醫師 中醫師的治療方法 當然我們這種西醫比較急 我們西醫 開刀 這個大陣 吃藥 他就是 把麥 直接慢慢弄 我也不說這個方法不對 只要能夠治病 我把他中醫西醫 能夠治好病的醫就是好醫 我是鄧小平哲學的信奉者 所以他本來是認了5 就是砍到4.7 我有點擔心還是會4.9 因為我本來說4.9到5.4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 我這數字從來沒改變過 不像有些人 上不同節目講不同數字 對不對 然後 就是因為房市使得很多的內需 似乎一直都不是很理想 那要我開藥方可以啦 但是我開藥方他不吃我擺開通 找人敲開他的嘴巴要灌進去 灌進去 對 不過這個對於中文大陸來講 半導體會是另外一個 科技藥境的一個 關鍵的 產業嘛 那現在宣佈說 國產的光刻機有一些重大的進展 他這個光刻機是65奈米啦 前一段時間大概報導說7奈米是不對的 因為我有看到工信部 工部的那個 兩個光刻機的型號 他是用什麼 佛化雅 的光刻機 佛化雅光刻機做的是比較成熟製程的 然後比較先進製程的 不用佛化雅了 他這兩款機器都是用佛化雅的 已經宣佈 佛化雅大概能夠做到65 量率比較好的地方是在65奈米的 再到10幾奈米大概有困難 大概有困難 所以 所以 但是 中國能夠做出 所以進展沒有那麼快 對 做出65奈米的光刻機我覺得 兩年而已啊 已經了不起了 我就很滿意了 真的 我就很滿意 這種東西就很討厭這東西了 就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偏偏你做不出來 比如說 秀琳你會煮牛肉麵 我也會知道怎麼做 可是你做出來這麼好吃 為什麼做出來不好吃呢 插出來這裡啊 光煎個荷包蛋我煎15奈米 我也知道荷包蛋怎麼煎好不好 可是我就不會煎啊 光刻機 要需要什麼零件 要什麼部件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做的精密度就是 沒辦法那麼好 舉個例子 中國在做光刻機現在有個障礙還沒突破 就是像鏡頭 鏡頭 這個 艾斯莫爾的鏡頭也不是自己做的 他是德國蔡司班的做的 可是我們中國就沒有一個公司像蔡司鏡片 怎麼做這麼好 那 那就只好找老師傅重新再磨 不然怎麼辦呢 這個 這是一個科技上很難突破的 不是很難突破 不是 就是 你以前的人沒做過嘛 這樣要重新開始學 就像我以前沒有煮過牛肉麵啦 相信以我的智商我連續煮個兩人下應該還不難吃吧 對不對 那就是需要時間 去調啊去調啊 哪裡不對啊 哪裡弄出啊 我們的鏡頭真的做輸啊 不要說我們鏡頭做輸菜資 都做輸哪一空好不好 真的啊 中國大陸的做 做這個 鏡頭的那種 這個方面 我不曉得哪一個公司能夠突破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中國哪一個 企業突破 一突破他就是 就是獨角獸啊 習近平就看啊又來一個獨角獸 他們很開心啊 他今天就比較好過啦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光刻機主要的不是在機本身 而是在光刻的各個零部件本身是有 還沒有辦法很完整的 為什麼我不是說零組件自己做的啊 他有買美國的有買日本的有買這個德國的 問題他買的都是 全世界最好的 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把每一樣零部件都做到全世界最好 不過現在這個中國大陸在這一個半導體產業的激起直追 另外一個國家是日本 日本也 希望能夠在這個他落後了很久 的這個產業當中 往前跨 他的 腳步動作是不是會比中國大陸還要快 唉 這要怪日本 日本當時的 產業喔 第一個 晶片設計喔 他沒有進入這個行業 也不像中國啊華為啊或者那個 那進去啊 所以你看日本的手機就垮了 現在還有人用Sony手機嗎 不是沒有啦 對不起吐槽一下 當然只是日本自己來用啦 什麼Kodomo 手機 那是電信公司 蛤 那什麼Kodomo那些是 我不曉得 不是說手機電信公司 Docomo 日文我不太行 那 反正就是你在 在當時太過於專注於遊戲的設計 所以他們任天堂做得很好啊等等 可是你跟那個 跟那個黑神話 那個悟空一比又有好幾代的差距了 他們在研發的方向 費用 投入真的很 不夠多 包括 傳統的製造業他們都 不曉得 哪一環有問題 大概就是收入不好所以我就不捨不得投資 我沒有投資收入更差 那就惡性循環 日本人有這個毛病 然後他們又專注在幾樣 很特殊的材料 什麼哪一種 化學液啊哪一種材料 做的專精的不得了 做的中國這樣 趕得氣喘唏嘘的比如說 那個清潔液 半導體清潔液 做的純度之高啊 打盆天下無敵手啊 可是問題是不是不能取代啊 哎呀 沒有可口可落喝百事可樂也可以啊 他老是幹這種事 不像中國說我一出來不可拒絡 哇三折機讓你驚豔 他不是啊 他每次說我這個畫面 這個色彩要到什麼度 我買你手機 需要這個嗎 所以Sony就垮了 他們的整個設計的概念 創新的概念出了問題 第二個 他們要半導體製造他們一開始覺得 等級不高啊 那個碩博士還 還要整天穿的白白在工廠裡面像工人這樣工作 台積電就這樣幹起來了 所以台積電到大陸上去帶著這些大陸的碩博士 他們以前沒看過就覺得碩博士還能穿白衣服很 很開心啊對不對 所以就沒有這種 這種工作意識上的障礙啊 那這一套就是坦白講是 台灣自己搞出來 也沒人教 自己搞出來的花樣對不對 就是把碩博士當做 生產線工人來用對不對 當公投啦 用 那現在日本的半導體復興要趕 我覺得來不及了啦 來不及 你要超過中國超過台灣韓國 我覺得我不樂觀 台積電卻幫了很多忙嗎 台積電只是一個廠而已啊 你光在一個廠 產量不足以撐起 撐起日本的整個產業啊 對啊對啊所以他們自己要想辦法啦 因為未來使用半導體的而且 半導體搞不好 會有一個 很大的復興跟改變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半導體都是矽精半導體 有人預測我當然沒那麼專利我不敢 會突然之間一個轉折就變成化合物半導體 台灣化合物半導體的公司叫文貌 然後氣間半導體的公司叫做這個台積電 那化合物半導體有個很大現在很大技術上沒突破 他大概做到8吋 那做到12吋就有點困難了 那可以做到差不多個 10奈米到8奈米 再下去就有困難了 那因為才投更多研發費用器研發這種化合物半導體 但是只要讓他突破 那對不起啊 什麼光科技根本不需要 對不對 都不需要了 所以大家在供這個化合物半導體的話 不是說不需要光科技就 不需要這種光 那種貴的光科技了 我們再看看 這種技術的突破就從哪邊突破誰不知道 所以到底在這一條什麼半導體復興之路 或是半導體重建之路誰會跑得比較快 賽道上誰會跑比較快 應該還是看好中國 當然是中國 因為中國大概 這兩年開始他 整個半導體產量會佔世界四成 他需要量也最大 手機也在那邊做 對不對 家電也在那邊做 無人機也在那邊做 太陽能光電板也在那邊做 這都需要晶片 他有市場 可以撐起來 對可以撐起來 好另外最近這一個有關於 這應該是ECFA的前奏曲吧 就是有關於農產品關稅的政策 這個中國大陸宣佈對台灣的所有的農產品 之前零關稅的政策全部取消 他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台灣方面 限制這個限制那個一大堆 真的我們台灣限制大陸 200多項 農產品 2000多項 總共所有的產品2000多項 那他當然就小 輕輕的報復一下而已啦 你竟然喔 我的產品喔 我 我不是 你不是課我關稅 你連讓我進口都不准 那 資利普導可以進口到台灣 為什麼新疆普導不行 你給我個道理啊 我們說不出什麼道理啊 我就看你不耍 對不對 好啊你看到不耍我看你不耍 嗑水吧 嗑就嗑吧 對不對 連他嗑這個是有正當性的 我們就哀也沒有用啊 對 那後續會影響到就是 開始 ECFA全部都拿出來檢討嗎 當然會啦 當然會 那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嗎 不會 他們做事也中醫師做到 也是中醫師 這也是屬於中醫師 拖很久了嘛 開了這一帖要之後下一帖還蠻長的時間 大陸上也是 做事情像打太極拳一樣啊 不過最近動作也蠻快的啊 最近對於這個美國的軍工產業的 這個報復清單 出圖的速度 跟過去比起來快很多 有報復沒效果啦 這幾下軍工產業在大陸上 基本上營運量也不大啦 就是我講的有報復沒效果 到底就在這裡啦 宣誓意而已 宣誓意啦 那總比沒有好啊 這一點是正常的啦 以前都是 不管怎麼樣弄他也不制裁 也不弄那個對不對 那話都講得很大聲 我生氣我不高興 我堅決反對 然後呢 沒啦 對不對 讓你知道我的生氣而已 對啊 那何必講呢對不對 國跟國家之間我知道你生氣 你生氣你也不在乎啊 那有什麼關係啊對不對 悉 知道了 對 或者有報復沒效果 那這個有報復有制裁會有效果嗎 就是說美國會把 你的小額貨物的免稅制度 白日內不只西英啊好幾家大陸的電商 都在 好像拼多多也算 賣到美國去的時候都是 用這個國 這不是美國讀的國際上都這樣 小額小包裹的貨物免稅 比如說 你這個寄什麼東西到 到大陸去事實上也是免稅啊 國際上大概都是這樣 你每一個小包裹都是課稅喔 你煩不煩啊 你還去查 煩不煩啊 還要找報官你報官你 對啊 所以他們想要搞一個制度 來對小額貨物來課稅 矛頭指向西英 可能不是對所有的小額貨物 比如你這個寄一包衣服 給你的親戚在美國念書了 然後在美國工作了 冬天到了寄件衣服給他算小包裹啊對不對 那也打開來課稅嗎 這種私人的 之間的往來該不會啊 這應該是電商平台 針對電商平台 他就是利用這種私人性質的嘛 他發貨地點也不同一個地點啊 他不是啊 他直接從各個生產工廠裡面直接發貨 他就發展出這條系統嘛 不用經過說 貨物集中到西英西英在 發到美國的 那在美國他寄到別的地方去 以前是 所有的貨物集中到 一個發貨地點 然後就發貨地點用船運到 美國某一個地點 某一個地點再發貨出去對不對 是這樣做的 現在不用直接從這邊直接跨到那邊去了 所以叫小額 這個貨物制度嘛 所以 你說這個制裁是會有效果的 會有什麼效果 再看看 我覺得對中國的小額貨物的出口會有影響 那影響多大 看他怎麼設計 這種小額貨物的課稅制度 現在還不清楚他怎麼課 要看他實際的實情細則怎麼做 沒錯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蔡博士的分析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屏秀琳 大家好 我是蔡正元 大家好 我是賴岳謙 大家好 我是坡正亮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 已經要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100集囉 大大拼拼你已經製作100集囉 為了回饋 為了回饋頻道忠實粉絲 凡是加入五二言論自由捍衛者 以及五二新聞沒有你不行的會員 就可以獲得製作單 就可以獲得製作單位準備的精美小禮物 再一次的感謝 感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謝謝每一位支持大大拼拼你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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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你們 我們才能持續成長與進步 未來我們將帶來更多精采的節目內容 和你們一起邁向下一個100集 majp 一點點